好 接下來呢 華為真的要出新手機了 而且呢 最近喔 在上個禮拜出了筆電之後呢 最近說突破的 這個是手機背後 我們現在的手機 不是都是背後的相機框 都是正方形的嗎 但接下來華為說要變成三角形 就是有一大配兩小的這個鏡頭 而且呢 什麼時候發售呢 隨時都有可能 突襲式的發售 引頸期盼 在Mate60之後 你怎麼看呢 華為它幾乎現在 跟上了美國在最強盛時代 就是幾乎一年一機嘛 它現在還沒到一年就要一機 美國現在一年一機都來不及 你這樣看看 它現在一年一機 iPhone15 大家也都沒有想買 iPhone14都一年多嘛 對 結果現在華為 你現在上次Mate60 到現在Pula70 多少還不到一年 是 大概八個月嘛 八個月 二十個月 它已經準備出來了 這種不斷出心機的速度 而且這一款又搭配了什麼 AI的系統等等 上一款是搭配衛星 哇 它現在像 女性同胞們的漂亮衣服一樣 讓人家目不暇擊 什麼樣都有啊 對 要折疊的有折疊的 什麼款都有 太厲害了吧 會不會到明年年初 春朗花開它又來個新型 太厲害了 那如果從企業角度面來看呢 一間公司要能做到 每一年都要有一個新的產品 而且是受到大家矚目 不是說我都有出 但是大家可能不想買 簡單 它準備很久了 它不可能突然間拿 突然間給它弄出來 怎麼可能突然間 有這麼多這麼新的東西 因為你隨便一個功能 它所需要的硬體跟軟體 你要分包給很多人做 這個不是華為一家在做 它一定有投資的底下的子公司 或者哪個單位技術拿來 最後設計好組合出來的 手機大概有一千多個零件 功能大概有幾百個功能 都是這樣設計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華為真的很用心 在經營手機這一塊 它如果沒有在三四年前 被美國打壓的話 買不到晶片 因為以前華為從來沒想過 晶片會不會禁止 所以重新設計就拖兩三年 這不容易 兩三年不容易 你要搞清楚 那現在就是說 它現在 我老實發音不太好 勾建復國 對我來講有點難 勾建復國 成功啦 握心長膽 成功啦 所以它就把看家本領 表現給你看 所以說這些可能是陳前 就是之前他們已經有在設計了 然後再經過改良一下 設計而且分包出去 給分包商幫他做好生產規劃 所以原本就已經找好了 只是當時候的計劃 延後我們現在再來進行 當然 當然 可能應該說大概去年 該找誰生產哪一個零組件 都已經規劃好 那你一千多個 至少要繳好幾百家工廠 有沒有那麼容易 對啊 也不可能說 幾個月內就全部搞定嘛 它搞不好後面準備上台的 演員還有很多啦 我也這麼相信著 因為呢 它每次出 它都是非常完整的一個批號 你要基本款的 你要旗艦機也有啊 你要清明款的都有 一系列通過出來 一系列全出 就有點像iPhone以前的模式一樣 但是華為的速度更快 那其實啊 埃斯摩可能也要擔心了 因為呢 雖然說它現在 佔了全球90%的光科技市場 但是據說有一個報導 它說中國科技公司華為 在上海最近在蓋一個 一個新的大的研發中心 目標就是幹掉埃斯摩 沒有啦 其實不是啦 但是呢 取代埃斯摩的光科技 你一直讀我 一直讓我買不到 好 我來想辦法 我自己做不做得成 你覺得需要多久時間 這個程序其實說來簡單 但做來複雜 光科技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我設計好一個 晶片的路線圖 那我這個路線圖 如何把它印到了晶圓上面去 那印到晶圓上面 接下來我怎麼把它 線路給刻出來 所以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設計圖 然後設計圖要有個光照 光照就是可以直接 曝光下來 然後在晶片上面 怎麼把它數刻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因為對於這個 埃斯摩爾它很早就發展了 所以它數刻的部分做得很好 往上推的時候 它用生紫光之後它機紫光 可以把那個間距 弄到幾奈米幾奈米這樣 所以它就是非常的精準 對 兩奈米高 不然的話你多 賽季士也可以 賽季士你知道焦點會模糊嗎 那理論上沒有什麼太了不起 技術上卻要求很高 所以華為就說 好 你們不給我 我自己來做啦 對 設計華為沒有問題 設計也沒有問題 設計是3奈米的圖樣 華為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現在就是製造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就是少了光刻機 薯科設備這些設備 那薯科設備比較好做 那光刻機呢 結果華為就說 那我就設個銀刷中心來 因為你Canon可以做 Ninecon可以做 Iceball可以做 為什麼咱們中國華為 當然花一筆很大的錢 那華為前段時間 不是找新凱來嗎 投資的新凱來 說沒關係 我多曝光幾次 可是如果我有自動 校對設備 我可以把光線 叫得奇準如比 他目的是在這樣子 然後Canon已經被 Iceball壓在地上打 因為早年 光刻機一定 Canon跟Icon 佔80% 就現在Iceball佔80% 它們兩家才佔20% 那中國如果再趕上來的話 所以競爭會很激烈 Canon他說 幹嘛用照的 用壓印的不是更好嗎 就發展出一個壓印機 我們就拭目以待 所以這個華為就想要說 結合壓印機的技術 跟光刻機的技術 有沒有辦法做出 一種新型的鼠科設備 可以超越艾斯莫爾 如果給華為做過去的話 我跟你講 光刻機會不值錢 完蛋 艾斯莫爾掰 像一架光刻機 好幾億美金啊 對 好幾億美金 然後變成不值錢 被它礦過去的話 那荷蘭怎麼辦 荷蘭護國神山 要再找新的護國神山 荷蘭賺過多 因為荷蘭的護國神山 就菲利普嘛 菲利普不是賣家電而已 它是台積電的 最大股東之一 那光投資台積電 已經賺翻了 是 但是據說 華為這一次 因為去年就有一個數字 華為它們在研發的部分 就是1647億研發的部門 然後這一次要蓋這個 新的廠投資了120億人民幣 那重點是 地當然是都OK嘛 那錢也是都到位了 重點是人才從哪裡來 那現在就開始在網羅啊 包含了艾斯莫爾啦 或者是柯林研發啦 柯磊啊的一些 頂級的工程師 據說曾經在台晶電 Intel 反正你只要在這種 高階半導體待過的 一些資深的工程師都有被網羅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科技工程師是一個 很難培養的一群人 他真的很難 工程師OK 科學OK 可是科學跟技術合起來的 科技工程師真的很難 因為能夠接觸得到 有這種經驗的地方很少 不像車床這裡有一家 那裡有一家 機械工程是很好找 化學工程是 台積電也就這麼一家 對對 這不好找人 那從來培養不是不可 學習的曲線變得很長 小孩子沒看過嘛 我要打一個比方 像中國最早其實 航空母艦都做不出來 最後從烏克蘭去 拖了一個瓦格良號來 然後去請了很多 烏克蘭的老工程師來 那就派了很多年輕工程師 跟在旁邊學校看 第一艘不會對不對 第二艘的設計總工程師 副總工程師就是中國人 四十幾歲而已啊 這種東西就江湖一點絕 收破不值錢 對 沒錯 沒看過你就不會 這個know how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說 美國人都是遮起來 說我們中國人看不到嘛 所以沒關係 我們到去找有經驗的人 花大錢這個三顧茅庐 對不對 求臥龍出山 中國求過一個人出山 會很成功啊 梁孟松 啊 是 別人講 梁孟松這個人 可以說很值得敬佩 他年紀也不小的 他娶了家庭是 他的夫人是韓國人 那所以三星都看準這一點 從他夫人下手 回來 你續回來 給他一年五百萬美金 他做了幾年以後 忠心跟他講說 為祖國效勞 中國人兒子回來當中國 回來 那我們現在剛起步比較窮 我們付不起你一年五百萬美金 二十萬美金可不可以 他接受了 哇 所以這不是為了錢嗎 當然不是為了錢 為了中國發展 萬一我們做不好 那就抱歉啦 可是如果做得好 我們給你股票 大概這樣子 哇 中芯國際現在股票不得了啦 賺翻啦 對 但據說喔 其實華為之所以 這麼短時間能夠 大家說復活也好啦 或者是重生也好啦 其實華為 你想當華為的工程師喔 你得有兩把刷子 而且呢大家說 當工程師體力要夠好 科技工程師都這樣 據說你知道 他們都是請007 這個不是什麼 這個我們說情報單位007 不是 一般人上班叫做996 早上9點到晚上9點 每週六天 那007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我當時候研究很久 發現這個上班時間 是真的假的啊 從Midnight做到隔天的Midnight 然後一週上班7天 就是全年無休 12天做到12天 你要知道這個科技工程師的行 是相對跟軍人一模一樣 24小時Standby 就比如說前幾天 台灣不是地震嗎 Midnight地震喔 他們台積電是有防震系統的 但是他台積電的設備 立刻發出緊急通告 把所有的重要的科技工程師 限量幾分鐘內 要回到場內來 不是打電話說 一震你在不知道 你要不要在睡覺 他直接發通報 直接發通報 緊急通報 就像國家級警報一樣的 手機這樣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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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起來管你是總經理 副總經理 你就必須在測定時間 趕到工廠裡面 他們白開玩笑 寧可抱著機器共存網 趕快檢查 哪裡壞掉 哪邊有問題 馬上第二天要看過 那是一個向心力啦 可是這個行業就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麼的 可是聽說美國的台積電工程師 找不到這種人 他說不行啊 我要度假 對啊 誰管你什麼靈體 我聖誕節我要去度假 對啊 管你機器 就是勞工法令 你可以撥一些勞工 可是科技工程是有很特殊的 任務 任務 說我一定要把這個 健在人在 健往人往 用精神才行 中國人做這個行業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同樣的文化信仰 覺得是任務所在 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 對 現在是中國 能不能突破的問題了 對 所以找到有經驗的人 我現在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覺得說 如果以年齡層來看 七十歲以上 中國真的沒有科技工程師 那一代好臉沒有 就是梁蒙松啊 張周末啊 林本堅啊 就是華人跑到美國 或德國去受訓 七歲以上 那六十歲到七十歲 也還沒有 大部分都是 都是以台灣啊 韓國為主 到了五十到六十的時候 中國的部門就開始有了 開始有了 可是比例還是不高 但是到了四十到五十 不一樣了 大量出來了 有出國的也見過世面 大量出來 然後到了三十到四十 中國會壓頭性勝利 只是還要點時間 三十四現在還不能當家 像新加坡培養出來的總理 竟然已經五十二歲才能接班 所以五十二 五十歲到七十歲 是一個人的黃金年代 就是科技工程師 這行業就是黃金年代 你大概就混這二十年而已 所以我們中國大概 要達到這種黃金階段 要等到現在三十到四十的人 已經上來變主流的時候 就會打片殿下無敵手 為什麼 人多 聰明 可能不放假007 是的 沒錯 我覺得真的是大有可為 因為重點是華為也非常積極 對 華為那就好 那就好 對 沒錯 但是最近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車市吧 我們說車子 這戰國時代 比亞迪特斯拉 但是最近傳出蠻多消息 比如說呢 比亞迪的利潤 其實蠻低的 雖然說它賣得很多 但是呢 它有講到 比亞迪每賣一輛車 它其實只有8600元的淨利 但是你知道嗎 特斯拉 美國特斯拉的話 它平均的單車利潤是6萬美元 也就是一個8600 再PK一個6萬美元 但是儘管如此 特斯拉最近還是 不斷的有要裁員的消息 它賺歸賺 可是它還是有要裁員的消息 但這樣是代表著 這個企業面臨什麼問題呢 它有賺 但是 這是兩種經營策略 一種策略叫做股東至上策略 我股東一定要一定的獲利 我股價要一定的漲幅 你去幫我經營公司 那勞工員工只是你買來的 材料的一種 這是第一種經營策略 所以我價位不能降 我利潤要維持住 所以我馬斯克才有錢 去做火箭 去做MyX等等 另外一種經營策略是什麼 這種經營策略就是說 我是以整個公司 作為整體在經營 我寧可少賺 股東你少賺一點 讓員工出去多打拼一點 我研發費用花多一點 那股東分配就少了嘛 利潤就少了 因為研發費用一定會攤在 車子的成本裡面嘛 所以這樣一弄的話 比亞迪目的是搶市場 他是以市場為主 然後特斯拉是以什麼 以股東利益為主 為了就是要賺啦 對 那因為比亞迪 他就是說我先把市場搶下來 大家用我的車子習慣了 以後不管你是特斯拉 你是華為你就打不過我 對 我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你知道嗎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在呢 最新的三月份的 大陸的這個排行榜裡面 賣得最好的汽車五款 好 結果第一款呢 各位就是比亞迪的琴Plus 好 然後第二款呢 Model Y 第三款呢 抱歉了 又是宋Plus 所以呢 光前三名喔 你就可以看到了 其實比亞迪在這個車市 其實還是蠻受消費者喜歡的 可是琴Plus也是最便宜的 對 琴Plus也是最便宜的 所以他的車位上就是說 7.98萬 先用這個 比較便宜的車子來沖市場 讓大家對比亞迪開習慣 接下來你就可以買送Plus 對 這有點像是 像我們以前喔 蘋果在搶市場 對不對 你用習慣了 你就想說 好啦 用錢是蠻好用的啦 這樣繼續用下去這樣 所以這市場導向的策略 不是利潤導向的策略 所以啦 那所以就是 真的是文化不同 公司選擇的策略 公司選擇的策略 你降小米降價 他還不降價 哈哈哈哈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化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 了解 太陽星全校施 不好 謝謝 真的 by bwd6